还给了两个,叫你二选一 但你自己的心思,例如在选择收息股方面 因为最近越来越多分析都出来说 这样的加息周期,我一定要很高息才收货 你自己觉得现在在你的心目中 你想想,连定存都一直加上来 你觉得如果选择收息股,我拿着哪些标准去选择 你才现在真的收货? 是的,绝对同意就是要看股息率有多高 其实对上几个星期都有说过 因为很现实的一件事就是 现在大家对那个加息预期去到 虽然近期降温一点 但是起码预期年底,可能美国那边都去到三厘多的利率 其实如果你以现在的股息率来说 假设你只有那四厘的股息率 其实真的不吸引 因为你要减回变回变回实际你收到多少 你现在四厘多,你现在的利率都三厘多 你减回只有那一厘,那怎么会吸引呢? 所以过去也说的是 起码可能都要去到股息率五厘过外 才是符合一些门楼或这么说 当然,五厘楼上也有很多的 但是如果你说这些位置去选 我想除了一些内人 内人其实当然,可能短期会有些不确定 但是如果你有课长线,就真的不是太大问题的 我觉得如果你有内人,当然可以留意 甚至有一类股份 都觉得可以抠的 都是一些煤炭类的 神华和远矿这两只 1088和171 这两只的息是很高的 一只是差不多10厘 一只是十几厘 而且这两只的 看的原因就是 息高之外 有很大机会是会维持到 派高息得比神华 因为它是绝对需要 派高息去派回国家的 所以就应该不会减减 所以再加上煤炭价格 整体仍然比较稳 所以我觉得煤炭股的股价 都是挺漂亮的 所以如果你说 选择收息 这一类我都可以留意 但也一样 分阶段吸力会比较好